我們已經到達西法醫院 以色列國防軍20日連續發布兩則影片 向大眾說明加薩最大醫療院所西法醫院的現況 趁這家醫院目前還在運作當中 而乙軍也在醫院周邊找到了大量 一次是哈馬斯持有的槍械雞蛋藥 除此之外 乙軍還找到了一座樹井 連接著一條長達55公尺的哈馬斯地道 而這座擁有拱頂的小窄混凝土地道 終點是一項灰色門 乙軍聲稱哈馬斯就是運用這種門 來阻擋以色列部隊進入該組織的指揮中心 事實上乙軍還發布了一則影片 宣傳哈馬斯將一名泰國以及一名尼泊爾人質 送進西法醫院 以證明哈馬斯確實利用醫療院所打掩護 瑕疵人質 醜化軍事行動 他現在會提供我們 在這座禮物的禮物的禮物 和病毒的禮物的禮物 很多人都在前一段時間 都在前一段時間 很多人都會提供這些禮物的禮物 在這天的禮物的禮物 和這段時間 有關於護理師的陪同下 撤離當地 準備經由拉法關卡進入埃及 進行診治 整個禮物的禮物 都會很困難 從西法醫院撤離的醫生表示 醫院內的情形宛如人間煉獄 患者連止痛藥抗生素都沒得用 而世界衛生組織也率領評估團隊 進入西法醫院 將該院稱為死亡區 敦促全面撤離 懷疑新聞卻不需要按照我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懷疑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且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按讚